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古希腊罗马的雕塑 其实是以大理石为主 但实际上在古希腊时期 大部分的很多最经典的雕塑作品 不是大理石的而是青铜的 但是随着战乱和年代的流散 这些东西都消失在历史的场合当中 因此当我们得到一个是希腊时期的 而且是青铜的雕塑的时候 就迷糍的珍贵 比如后面的这一个 它可以被理解为是波塞冬或者是宙斯 而无法确定的原因是因为 除了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建设的 完美的成年男子的身体以外 它手中的道具却是缺失的 波塞冬和宙斯所拿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因此历史学家也无法去确定 它到底是哪一位 但无论是哪一位 它所表现的都是希腊的最高级的审美 就是利和美的崇高结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